当地时间1月17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 一户人家门前的监控拍下了这一幕 有两名窃贼闯入屋内盗窃 从屋里搬出一台电视机 两名窃贼尝试将电视机放进汽车后座和后备箱 但是都失败了 多次尝试无果后 两名窃贼放弃了 就将这台电视机又搬回了屋里 1月27日在甘肃定西市人民医院 一个两岁的小男孩因为害怕做手术 一直在哭闹 一名忽视健壮 就先让小男孩看动画片 随后轻爆着小男孩不停地安慰他 趁小男孩分散注意力的时候 医生马上实施麻醉进行手术 小男孩的妈妈看到护士安慰小男孩的图片后 也在朋友圈发文表达了感谢 近日在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 有人拍下了这一幕 有一头母狮子在睡觉 这时有一头公狮子在慢慢靠近母狮子 1月25日 安慰以醉酒男子骑电动车撞翻了一个草莓摊 经过民警调解 醉酒男子赔了点钱给草莓摊主 草莓摊主也给了醉酒男子一袋草莓 醉酒男子到派出所后 越想越觉得自己吃亏 就把一袋草莓扔在地上用脚踩 民警对醉酒男子进行说服教育后 醉酒男子竟然又捡起草莓吃了起来 边吃边说 不吃亏大了 俄罗斯一位父亲 在女儿的雪橇上 撞了两个吹叶机 驻军到了中午的机身洗脑环节 土豆 你以后可以把视频多加个 自己吃饭的环节吗 每次中午吃饭 饭还没吃完 视频就见底了 如果可以看到你的午饭 我会觉得自己加菜了 土豆我脱单了 下面回复的那位同学 记得以后中饭吃两份 土豆我今天在火车上看你的快报 晚不好看了一半就一直在卡 然后重新进来看又忘记看到哪了 于是又从头看了 感觉获得了双倍的快乐 没想到还有这种快乐方式学到了 好 滚